可能很多小伙伴认为弹力绳更多是用于你热身或者拉伸的一个工具 起初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直到最近因为我肩膀受了点小伤 所以我开始不断地研究一些关于弹力绳的训练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弹力绳的有些好处是其他的器械给不了的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我将会给大家展示一套8分钟的全身弹力绳训练 可以不受场地的限制你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完成 同时如果你跟我一样也经常去健身房进行训练的话 我这边会告诉大家6个巧用弹力绳的小技巧 可以提高你的健身房的运动表现 我把这两个不同内容的时间轴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直接跳转进行观看 好吧 那么话不多说 3 2 1 哦 哦 哦 啊 啊 浑身损了好不想去健身房啊 不能了不能了就是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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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臂 哇 浑身酸 好不想去健身房啊 我掐指一算 今天不易出行 咱们还是在家待着吧 要不然咱们在家练点什么吧 你确定吗 这个是你选的啊 要不然咱们在家练点什么吧 嗯 聪明 谁会在家玩哑铃啊 因为我肩膀受了一点点小伤 但同时呢 我想告诉大家 如果你没有时间 或者是因为各种客观因素 去不了健身房的话 弹力绳呢 也可以让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训练 不管在任何的地方 那现在呢 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 由七个动作组成的全身训练 Let's go 好 第一个动作呢 咱们做一个常规的二头弯举 把你两个脚踩这弹力绳上 然后双手放松 核心收紧 然后 注意大家下来的时候 你的手要这样回来 然后上去的时候呢 有个旋转 这样会让你的二头 有一个更好的收缩 充分感受你的二头发力 OK 那你做完二头以后呢 紧接着咱们要做一个三头的训练 把你身体前倾 腰一定要不要这样 要挺直 抓一个稍微比较中间的位置 抬起来以后 然后伸展你的三头肌 像这样一样 如果可以的话 再顶峰收缩0.5秒 这是咱们的两个动作 如果大家觉得这两个动作 跟下来呢 有点费劲 大家可以休息一分钟左右 紧接着呢 咱们做第三个动作 是咱们的胸部训练 然后Band 放到这个位置 如果是刚开始的小伙伴 做不了所称的呢 可以做一下这样子的 膝盖爪地 这样 如果大家可以觉得这个比较简单的话 往上抓一点 这样的话会有更大的阻力 同时呢 把这脚抬起来 像这样一样 总共能做10到15个就OK了 那咱们现在进行背部训练 背部训练呢 跟刚才咱们的三头有点像 先收缩你的肩胛骨 你的上背部 整个过程保持均匀的呼吸 当你收缩的时候 吐气 大家看了做完背部划船呢 我已经出了很多汗了 那现在呢咱们要开始做肩膀的训练 首先咱们要做一个推举 全程保持核心收紧 呼吸的节奏呢 还是 在收缩的时候吐气 放下来收的吸气 做完肩膀推举以后呢 咱们现在要做一个肩膀的侧平举 因为我的肩膀受伤了呢 所以我只能用比较轻的重量 所以我选择单边来做 如果大家可以的话 正常来讲可以做双边同时进行 控制离心收缩 最后一个第七个动作呢 咱们做一个经典的就是深蹲 它会刺激你腿前面 后面还有你的臀部 我现在大家把两个脚踩到这个位置上 跟刚才咱们肩膀推举一样 往这边 然后 很多小伙伴说 膝盖最好不要抄脚尖 其实呢 这个都是因人而异的 大家看到 以上的七个动作呢 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展示的 一套完整的家庭训练 整套训练呢 大概你只需要8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 给你个人的情况呢 你可以选择做2组3组或者4组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任何的抗组行驶的训练 都可以给你带来增肌的效果 尤其是对那种刚开始接触健身的小伙伴 买一副这种 弹力绳呢 可能是前期对你接触抗组训练 很好的一个伙伴 所以如果没有条件去健身房 或者是时间有限的话 还可以在家试一套训练啊 可能你跟我一样 平时也会去健身房 做那种胸肩背腿手臂的常规力量训练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给大家介绍一些 平时大家用不到的弹力绳小技巧 从而提高你在健身房的运动表现 对于我个人来说 平时经常会做这种 哑铃的二头弯举 哑铃虽然好 但是当大家在做这种挺身的二头弯举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最大的这种阻力呢 是从你伸直手臂到90度的这个位置 但是从这儿到这儿呢 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简单 咱们可以把你的弹力绳绑在这个位置 这样就会在全程都能感受到一个非常好的张力 在你的二头上 让你的二头有得到最大的刺激 大家看 同样这一招呢 可以适用于任何的肌群 大家经常看到力量举呢 有些人会经常做深蹲的时候 都会用弹力绳绑在两边 就是他希望在全程的过程中 都有一个很好的张力 尤其是在顶峰 第二点要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呢 就是我经常会用这个弹力绳 来提高我个人的体态 尤其是在我练前之前 我经常会做的动作呢 第一个是这样 来激活你的肩绣肌群 大家看 我个人觉得这种弹力绳的效果 会比绳索呀 包括哑铃 在做这些东西都好很多 那第二个动作呢 我经常会做的就是 激活咱们的中背部 尤其是咱们的菱形肌 中斜方肌和下斜方肌 大家看这个动作是这样 咱们的中背部呢 往往都有好几层 所以如果你不用弹力绳 或者借助一些其他工具 把它激活开了以后呢 往往你的中背都非常没有感觉 只是你在收缩你的上斜方肌 同样的弹力绳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 提前激活你比较薄弱的肌群 或者平时感受不到的肌群 比如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平时比较薄弱的 除了手臂之外呢 就是我的上胸 所以这个东西 可以帮助你提前激活你的上胸 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做啊 家里条件有限 咱们就绑在门上吧 这么抓着它 把你的胸部充分地张开 然后吸气 吐气充分感受你的上胸的收缩 然后第四个小技巧呢 也是我经常会在健身房 使用的一个技巧 尤其是当你在做 大的那种复合性动作 比如说卧推啊 深蹲引拉 咱们往往都可以用 含力绳来作为 就是让你力竭的一个选项 比如说当我做完卧推以后呢 我希望最大化的刺激我的胸部 我可以做这样一个动作 快速地做20个 通过这个东西来刺激你 不同的肌肉纤维 从而给你一个最大化的冲血 相当于一个超级组 但是这个因为比较方便 也不需要你跟别人抢器械 所以我经常会使用它 来作为burnout的一个小工具 第五点我经常会使用bend来做的呢 就是刺激咱们平时大重量 很难单独刺激到的一些小肌群 你比如说咱们的前聚集 这个地方 它是咱们就是正面 腹肌啊 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有点像这种 刚才咱们做那个胸部推举 先把你的肩膀收拾到后面 然后再往前 尽可能伸直你的手臂 保持 最后一个我想通过弹力绳来做的 就是拉伸 其实拉伸呢 大家可以不用任何工具 也可以拉伸 但是有些地方 尤其是比如说大腿后侧 不二头肌呢 我觉得用弹力绳拉 会有更好的效果 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弹力绳会帮助你更好拉伸 这是我最喜欢做的拉伸之一 以上就是今天我想分享给大家 这种弹力绳使用的一些小技巧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心得 都可以分享给我们 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订阅 并把你的小铃铛点开 就大家看到在视频的开头 我放了很多一个一个的片段在里面 这些片段本来是用于在B站上 做一个互动型的视频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项 来选择不同的分支和结局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的B站 看一下这个互动视频 非常非常有意思 那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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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